連茜如22號出席公益活動 現場和小朋友的互動 完全是效果滿滿 看過茜如姐姐的作品 是哪一位我大聲一點 光是所有的 我想也是 所以你最喜歡 茜如姐姐是哪個角色 紫薇 紫薇 是 那你看到茜如姐姐感覺如何 很可愛 很可愛 有緊張嗎 她剛剛說 蔡玉玲 你好像蔡玉玲喔 我說是蔡玉玲像 我因為我年紀比她大啊 而之前在實際節目中 國民姐夫Aquila 秀出兒子照片 也讓林茜如笑喊 要幫女兒醜成姐弟戀 很可愛 而且好高喔 我覺得以一歲小孩來講 看起來我們 起碼照片上面看起來 真的是滿高的 好像感覺 因為他們兩個都那麼高 所以生出來的小孩 高音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錄 那個開門嘛 然後那個姐夫他就很大方 他就給我們看 他那個小孩的照片 欸 長得很可愛耶 然後就 就這樣開玩笑 就是隨口說這樣子 做家長的還是希望能夠保護自己的小孩 然後我 不希望他曝光 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主動曝光 就希望他在一個很正常 然後很平凡快樂的環境下長大 也不要太多的被注意到 那我希望說 大家也可以體諒 就是我們做父母的這一份戲 如果你真的有拍到 或者是有看到 然後你能夠PO 不PO就不要PO 那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非常非常想PO 你可以把它點馬賽克嗎 就是這樣一點點小小的要求 希望大家能夠體諒這樣子 那同學的爸爸媽媽都知道我們是誰 因為我們很常帶著他 就是要參加同學的聚會啊 像他們有時候去校外教學啊什麼的 然後同學的媽媽就會跟他們的小孩說 欸 如果有人要拍他的話 你們要幫他擋喔 這都不是我們就是去要求的 可是他們都 其實真的都對我們滿好的 沒錯